下面要教的東西是一個重點 叫做我們怎麼樣去去屋 我們的肥皂或者是我們前面教的什麼合成清潔劑那種 基本上叫介面活性劑 就是在兩個東西的中間 就是一個是水 一個是油 然後髒東西或者什麼這些 把兩個疊起來叫介面清潔劑 基本的去屋原理是這樣 就是我們的構造有一個 像個蝌蚪一樣 有一個長鏈 還有一個大頭 大頭這邊是清水端 他喜歡水 會跟...因為他真的是構造標準 他就是因為有些急性 有些帶天的關係 所以他會跟水抓在一塊 長鏈是喜歡油 所以呢 像有個髒東西 然後呢 你的下一個去之後呢 清油那段就去抓住油 所以清油那段就抓住油 然後呢 清水這樣就看見他的水 然後呢 一沖之後把它 拔起來 拔起來 把它包在裡面 包在裡面 好所以呢 就變成裡面是油 外面是水 本來油水是不會互融 但是你把它包住了 好 水看到喜歡水的 油看到喜歡油的 把它包在裡面 然後就把它沖走 然後就達到了清潔的效果 所以基本原理就是這樣子 清油的去抓油汙 清水的去抓水 然後呢把它油汙包在那裡面 然後水一沖把它沖掉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界面活性劑 在兩個中間把它搭一座橋 連在一起 比如說像這樣 好 好 這是 水跟油之間是互刺的 不會有吸引力 但是呢 我這個清潔劑 肥皂分子有長長的清油端 跟大頭的清水端 然後呢 清油端就抓住我的油 然後清水端就看 看就跟水在一塊 然後呢 把它拉起來 把它拔起來 把它互相吸引 把它拔 然後呢 包住它 清油的就看到油 清水的就看到水 然後呢 就把它包在裡面 然後呢 那個什麼帶電 你就不用我們國中不講 什麼電不電的問題 就是知道這麼回事就可以了 然後呢 把它沖走 你就達到氣汙效果 其實你看到有一些廣告 就這樣拍的啊 那個某某強力 去污分子衝過去 把那個油 抓起來 拿走 就這個意思 就這個意思 所以呢 就這樣弄 或者是呢 康萱的一個動畫 肥皂的去污原理 肥皂的組成分子 大多是一個長面狀的碳氫化合物 這一端連結鹽類形成的 肥皂氫服從子的碳氫長面部分 是清油性端 另一端的鹽類 是清水性端 在洗滔衣物時 肥皂氫氫的輕油性端 還會融入油污中 使得油污被許多肥皂氫包圍 於硬物分離 並形成微小的馴服粒子 達到洗淨的效果 OK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類似的剛剛講話 你就是要記住 你就是要記住 它有所謂的清油性端 跟清水性端 然後油的去抓油 水的去抓水 爆發起來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考試問這些東西 它基本的區域原理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清潔劑跟肥皂的一些比較 我跟你講 肥皂溶於水是呈鹼性的 清潔 合成清潔劑溶於水是中性 是中性的 因為呈鹼性的關係 所以呢 不適合用在動物纖維上 動物纖維會溶於鹼性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把一個蠶絲做的手帕 把它泡到肥皂裡面去弄弄 拿起來 可能會一個動一個動一個動 它被溶掉 溶掉 那但是硬性清潔劑基本上呢 都清潔劑不管是硬性還是軟性的 基本上都可以用 任何需要都可以用 那水質也一樣 肥皂不適合用在硬水 硬水 硬水就是含有鈣鎂離子的水 它會反生一些反應 使它沒有什麼起泡的去霧的效果會降低 食鹽水剛剛跟你講過了 肥皂不容易飽和食鹽水 所以如果你在海水那邊用肥皂去洗衣服 你洗了半天肥皂搓搓搓搓搓了一大堆 可是肥皂不會溶 肥皂不太會溶解 那其他的硬性和軟性基本上呢 都可以用 但是 肥皂排到水裡 水溝裡面以後排放出去以後 它很容易會被生物分解 可是硬性清潔劑不容易被分解 而軟性清潔劑可以被分解 所以當然感覺是軟性清潔劑比較好 那下雨是為什麼現在那個肥皂絲啊 又開始流行 怎麼洗衣服不用改用肥皂絲 因為就是比較環保啦 它的原料是天然的 原料是天然的 然後洗完那些水呢 也容易被生物分解 又比較環保 有時候老師它有些缺點啊 不用再硬水 可是現在大家都用什麼水 自來水啊 所以沒有硬水這個問題啊 老師它也不適合使動物性纖維 你家如果真的有毛料的衣服 有蠶絲的衣服 你會拿肥皂去洗喔 不會啊 你都是拿去乾洗啊 所以基本上沒有這問題 所以呢 因為你不會拿去洗毛料 你不會拿去洗蠶絲 我們家現在都是用自來水 沒有硬水的問題 所以就會 然後呢 肥皂的本身的原料很天然 然後都洗完之後這些水呢 也容易被生物分解 所以呢 我們現在有肥皂之後 重新的流行 那先把它看一下背一下 誰容易水會呈鹼性 誰容易被生物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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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皂不能用來什麼地方 把它看一下 考試就是問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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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記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所謂的兩個的比較 所以整個的重點 有所謂的 前面要教的重點是 是造化 延西 弄清楚 好 造化跟延西要弄清楚 還有清潔原理 弄明白 還有鼻子的比較弄好 就是我們考試會喜歡考 要問的東西 OK 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